妈妈宝宝知识补给站 I love you 妈妈宝宝知识补给站 Hello 大家好 我是国泰医院眼科主治医师陈宜君 针对怀孕的妇女 对于眼睛平常日常生活要注意的事情 那我们有几个小小的建议 那首先就是在怀孕的妇女 因为眼睛表面可能会变得比较干 所以呢在戴隐形眼镜的时候 可能就是要注意不要戴时间太久 那或者是有点不舒服的时候呢 可以考虑补充一下没有防腐剂的人工累议 那当然就是不要勉强了 如果真的不舒服 还是要停戴隐形眼镜比较好 再就是说因为眼睛比较干 其实用眼睛的时间也是要注意 因为它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看太久 因为眼睛我们用越久 通常眼睛表面是会越干的 那用了一天下来到下午晚上 其实眼睛可能会更不舒服 那所以就是如果可以一个小时看 然后就起来休息一下 然后另外就是晚上的时间 可能还是早点睡 因为我们眼睛一张开 其实就在看了 然后用了一天之后 眼睛到晚上也会比较疲劳 比较累 那所以早点睡 其实对眼睛也是好的 然后对身体也是好的 但是对眼睛也会比较多了 对眼睛都会比较多了 那么多了 就会有点心理 那我说明天会是什么 那么多了 我说明天会是什么 你会有点心理 你会有点心理